各位朋友,大家好,歡迎來到這次的萬迷早安節目 剛剛過去的兩天,很多國際賽都已經踢了 我自己不是看了很多場景,但後來我想說一說 剛剛看了一場球的精華,就是歐國杯外圍賽 荷蘭主場對著法國,看完之後真的有些東西想跟大家分享 不過在那之前,對於曼聯來說是一件很嚴重的事 正如我標題所說,鐵人2號受傷 為什麼呢?在曼聯中鐵人1號當然是 Buno-Fernandes,他基本上是全勤的 亦都沒什麼傷害 第二個我覺得就是卡斯美勞,除了去年 他被紅牌撞了兩次出場之外 亦都有點傷害,但以他的年紀來說 都算是鐵人的 但是 今次來說,去到巴西國家隊 就糟糕了 為什麼這麼說呢? 巴西國家隊剛剛一比一打和了委內瑞拉 尼瑪開過球斬,被阿仙奴的Gabriel頂入了 然後很可惜臨尾被委內瑞拉追回一比一,一個很漂亮的倒掛入球 但是這兩球球,或者巴西的戰果,對於我來說是完全沒有任何意思的 因為說真的 南美那邊 不知道10隊還是11隊 基本上頭6隊都可以直接出線 所以 巴西國家隊入這個世界杯 的決賽州基本上是完全沒有難度 但是 最糟糕的事就發生在79分鐘 因為當時來說 巴西換人的 一次過換三個人,其中一個就是卡斯美勞 原來 卡斯美勞就是受傷的 儘管看看 巴西國家隊的領隊怎麼說 這個暫時領隊,大家也知道 明年就不是這個人做的 Dinis就這樣說 他首先就說 購米 柴台 因為會和波 正常的 但問題 他今天 扔東西就不太好 原來扔什麼鬼呢 原來是扔炮谷 可能我懷疑是 因為開國球的時候,扔到尼瑪那邊還是怎樣 我不知道 就說這樣就不對了 原來扔炮谷不對,站在他的立場 不過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 他最重要的是說什麼呢 就是說 說回這裡 換人那邊 這裡 這裡這裡 因為他在79分鐘當時出了換人 結果之後就輸了球打和 他說 當時來說,很多球員已經因為天氣太熱 球員不夠氣 所以一個停止的時候,我就要換了三個人 加斯美勞 要求被調出 因為他的膝蓋有點受傷 所以來說 他覺得這個換人是必需要的 就不是輸球未必是一個主要的原因 好了 你怎麼換人,我沒什麼所謂啦 八色國家隊 但是 加斯美勞這個受傷,究竟有多大件事呢 說真的 表面上來看,就應該未必是很大件事 一個caution,就是一個小心的情況 但是我們今年實在見太多 表面上來看,好像沒什麼受傷 但是結果一傷 又是四至六個星期 雖然說真的 現在 安拉伯來了 感覺上就有一個caution的替譜 但是 很老實,平心而論 安拉伯 他都未正式適應英超的節奏 你看到他 那些球都有點慢一點 現在這一刻,如果caution真的受傷 而安拉伯真的要 長頂了 起碼頂四至六個星期 究竟 我們那個中後場已經是天殘地缺 再加上防中 雖然說真的 卡斯美勞雖然你說他今年的表演是否超級呢 又不是 但是 大家不要忘記 現在我們球隊裡面所有比賽都計算了 入最多 球那個是誰 正正就是 卡斯美勞 再加上 他就算表演多差也好 很多時候是一些路數方面的防守 他真的有回到 即是 叫爛船都有三斤釘 安拉伯現在又要接手的話,究竟頂不頂得住呢 我也真的有少許擔心 說真的,也是那句 看看坦達是怎樣 第一 衡量這個受傷,究竟是多嚴重 萬聯的 這條團隊 第二,萬一真的要變的時候 是不是一個機會呢 坦達又會不會變得好東西出來給我們看呢 真的 要慢慢看下去 無論如何 希望卡斯美勞就不是一個大的受傷 另外也順便說一下 這個叫做 國際 賽日的情況 首先,昨天我就做了一個突然的直播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 左上角看到這個,因為看到漢尼伯就踢國家隊 突然西亞會對著南韓國家隊,結果突然輸了3-0 但是我又看到正確時間,所以昨天的午餐時間 我就會在 我就在胡同台那裏做了一個直播 都幾個人的,跟大家聊聊天的 因為一場球 老實說是一場有儀賽來的,沒所謂 看見漢尼伯就踢得不錯的,所以值得高興的 另外,葡萄牙和英格蘭都踢了 英格蘭就1-0小勝 奧地利 而葡萄牙就3-2贏了Sovakia 英格蘭就有賽來的 老麥和福仔都是打後比的 而 葡萄牙就是歐國杯外圍賽 達洛志和班奴都打足的 所以 班奴好像有兩個助攻 所以大家要留意一下,班奴又踢足,全銀,麻煩 另外,康尼伯也有說 然後,葡萄牙也有代表 烏拉圭國家隊上陣 世界般若為賽 這個有趣 好像 未來的周中 烏拉圭就會對巴西,怕來遲有機會看看 希望卡斯沒有受傷就可以繼續上陣 老實說 現在你問我的話,我就寧願 卡斯美魯在未來的場 巴西國家上陣 即是說真的不是大傷 如果上陣不到的話,那就真的害怕了 不知道又傷成危 OK 阿根廷 都贏了1比0,贏巴拉圭 但是,很可惜 加拿走 後備,沒有上陣 另外,剛才說的派利池,就2比2打和了哥倫比亞 當然,再早一天,麥湯當然不值 一球非常漂亮,一個非常窄角度的 發球 被他射進了 誰知道 VAR就說好像越位 麥湯真的很不值 近來他入球的 觸覺非常強勁 如果麥湯入了這場球對著西班牙 拿一分 就已經 可以出線了 可惜他之後又輸了 但不要緊了,只要他比賽多拿一分就完成了 所以蘇格蘭出線到這個歐國杯,應該也沒什麼問題 大致上,還有這些就沒有出線了 連德洛夫 還有 阿姆龍的門將 Onana 後備也沒有出場,可能都讓他們休息 正如我剛才所說,我就看了這場球的精華 荷蘭對著法國國家隊的1個杯,結果法國就2比1贏了 我有兩個領會 第一個領會是什麼呢 其實我一直都有說 我覺得麥巴比和福仔的踢法 或者能力很相似 當時很多人就笑大巴,想不想看播 我又再看了這場球之後 我覺得我可以再 說得 詳細一點 就是說 如果麥巴比和福仔都去到他們最強的時候 其實真的很相似 能力都差不多,因為我們都看到 福仔進入很多很漂亮的球 我覺得大家都不能否認,多討厭福仔都不能否認 這一點 而麥巴比也是 但是 最大的分別就是 麥巴比 比較在長時間都發揮得 好的 即是說他那個 表現的水準 真的比較穩定 而福仔 除了上一屆 比較長時間差不多有一季 都表現得穩定 高水準之外 其實其他的時間他都是很飄乎的 即是突然間一場可能踢得很好之後就差兩場 類似 而麥巴比 相對就會穩定一點 當然 他踢的聯賽是發格 而他的球隊 PSG 基本上 圍著他們 去build up 所以這個是當然有一個分別 但是 我覺得球員能力的穩定度也很重要 所以 雖然當你發揮得最強的時候,福仔真的跟麥巴比不會差很遠 但是 講到長遠的穩定度來說 這個的確 福仔就是 比較差一點 所以 如果福仔那個 高水準的穩定度可以維持到的話 我真的覺得有得廢 但是現在 正正正因為他 太過飄乎的表現 所以 真的輸比麥巴比 整個整個表現來說 OK 我覺得第二件 的體驗就更加重要 我覺得對於萬人來說 看看這場 正選和後備陣容 法國隊和荷蘭都叫做 兩隊 歐洲的傳統競女 我發覺原來 一個萬聯 球員都沒有 這兩隊球員 反而有兩個萬聯的球譜 一個是韋賀斯 一個是阿伯蓮特 法國隊完全沒有萬聯球員的蹤影 但是最過癮的地方 就是每個球員 在暑假 聖誕節 夏季和冬季傳會槍 全部都是全萬聯 說真的 沒有意思的例如麥巴比的全萬聯 多餘 但是我們看看 Dumphrey 看看還有什麼 劉威賀斯叫做Dumphrey 法國門將 Mailen Rabio Coleman也傳過 Colomiani也傳過 法國前鋒 後備球員來說 Totdebo現在還在傳 Trimporn也傳過 荷蘭那邊 Brian Broberi也傳過 之前傳過 Kamara也傳過法國的中場 好了 Totdebo 法國前鋒 Totdebo後備前鋒 所以呢 我發覺現在萬聯 雖然坦克射說荷蘭 原來我們荷蘭國家隊正選後備 一個都沒有 全都 法國隊也一樣 所以呢 我們現在萬聯的球員 在國家隊的層面 好像全部都是二線兵 剛才也說了 就算在英格蘭國家隊 老麥 多數正選這場球都沒有 這場有異賽 福仔也不是 福仔很多時候都是後備入體 可能在一些二線的國家隊 我們就會多一些 正選球員 例如 瑞典的隊長 是吧 赫麥龍算不算二線 我都不知道 很難說 麥湯 蘇格蘭當然是二線球隊 是吧 他有正選 例如 帕麗池 烏格蘭龜也是二線球隊 當然 卡斯美路就是 巴西就是一線球隊 但卡斯美路年紀比較大 譬如 暴道瓦是不是一線呢 我一半半 現在也算是 一線尾的 有 班奴和 達陸志 我只能這樣說 萬聯球員 如果是 國家隊的層面 其實都是一些 二線隊的主力 或者一線隊的 後備 一線隊的主力 不是那麼多 卡斯美路 班奴 這兩個是最表表者的 我們的鐵人一號 鐵人二號 說真的在大陸 自己在葡萄牙都不是經常有得踢的 所以 其實 我們 真的花了很多錢買人 但原來我們買回來的球員 是不是 本身那麼厲害呢 這個我覺得 作為一個萬聯球迷 在國際賽日裏 看到的一些客觀情況 值得反思一下 這次來到這裏 多謝各位收看 拜拜